杭州渔航西子国际二状一楼这里有一家小超市 小秦说当时他来求职后 店长给他做了几天的培训 然后这个培训期就很快就过去了 然后他给我的那个培训的那个评价是优秀 小秦提供的截图显示 当时店长对他的评价项目 包括咖啡制作熟练度 系统操作熟练度 对待顾客态度和工作积极性 每一项都打了五星 店长对小秦的综合能力评价是优秀 小秦说之后店长还让他培训新来的两个女生 然后我把那个两个女生培训上来之后 最后一天 然后这两个女生就犯了一个错误 犯了什么错误 对就把货品的这个过期 这个错误移植到我身上来 过期是没及时清理掉 对 记者陪小秦找到店里时 只有一位店员在 小秦联系了那位店长 可对方说自己也离职了 这位已经离职的高店长提供了一位秦经理的联系方式 秦经理表示之所以辞退小秦 跟他带过的两位女生犯错没有关系 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当时我有跟店长确认过 并且店长也说店里面有时候有录像 是因为他本人表现的开场 怎么个差法 就上班的时候不在那边好好工作 一直在那边晃 而举起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公关 公关会需要提供那些证据 我可以给到你这边 就是为了警察某一个货物是否卖完 然后我就要把另外的货物去摆上来 所以你十字在店里面行查 对 就是为了检查 店里只有你一个人吗 对 只有我一个人 一般店里都是一个人 对 只有我一个人 后来 便利封公关部的王小姐联系了记者 对方说他们是全国连锁的便利店 总部在北京 小秦这件事他们不接受采访 也不便提供店里的监控 小秦说三月中旬签合同的时候 公司没有给他一份 最近被辞退了 薪水也没结算 离职证明也没有给他 他说要讨个说法 记者裴小秦赶到了渔航区劳动监察大队 因为他的情况 他自己本身不是说得很清楚 那我们可能是要调查过以后 那才能核实这个情况 那到底是他跟店长签了私人签的 还是跟某个公司签的 那我们要核实过 还记得吗 核东上你到底跟谁签的 不记得 当时没有判下来 没有判下来 你手上没有任何东西吗 我只有那个带子证明 东西都拿上来看一下 包括联系方式什么的 我们先联系一下 好的 那想我自己委托给你吗 这可以 这可以 反正我经验也不足 我们反正依法处理了 优宝宝恒建记者报道 那么 silence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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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轻的